听说你骚扰公司你同事了 那不叫骚扰 最多算打扰 这不嘛 公司现在两个女同事 那小涛啊耐不住的 像哈尔河金毛黄子 两眼直放光 三个个人打扇 就是他俩都不爱搭理他 那以后都是同事了 没跟大家熟悉一点 人之常情啊 你怎么把我想那么龌龊 哎呀 快走快走 关键全办公司也没有一个不烦的的呀 那新同事见的都是绕道走的 他心里就不明白吗 哥 我觉得他有点变态 是吗 嗯 新同事好像不是很喜欢你啊 没事 万事开头难嘛 他们骂我的时候 我全当他们在骂狗了 就熟了就好了 我还买了一台新手机 有诚意还不行吗 方便问一下 这俩跟你商工哪个了 呃 哪个都行 我不挑 我给他俩买了个饭到了 关键是我就没见到他 那么没有脸的啊 老同事会完了 就开始会新同事了 我买的饭到了 公主请吃饭 公主请吃饭 他俩不是我谁 你吃XX 感觉你和新同事关系挺好的 关键我游戏打得好啊 我打一整天 带他俩飞我肯定受欢迎啊 老板你怎么看 嗯 想他小朋友很正常 但是社交要解救方法 他应该多跟我学学 这方面我比较有经验 我平均一个月就会交一个新朋友 那你确实挺厉害 老板你那是女秘书 你跟我不一样 公司最近要菜园 他天天晚上主动加班 还不要加班费 关一个住公司 给我们卷的下班谁也不敢先走 你下一步我准备睡在公司 上下班露上他通勤时间太耽误工作了 你这么内卷不怕同事们排挤你吗 就懒狗暗之鸿 红虎之鸡啊 那我来公司是来努力奋斗的 是给老板创造价值的 那不是像他们一样的混车灯死 关键他也不要钱呢 昨天再来在公司大决你说 现在公司困难 自己这个月工资不要了 老板还给他点了个赞 不发工资我们怎么活 上班工作还不要钱 你是怎么想的 提前多数啊 如果就为了这点破事来上班 那我只能说明这种人的动机不纯 我唾弃他 太唾弃了 谁来上班不是为了赚钱的 现在就有这么个玩意给他内卷 我们大家都得陪他给他通宵家吧 我都半个月没回家了 我家就在街对面 我妈还以为我进传销了呢 天天下班你就不想回家吗 想回家捡来呀 那把公司当家不就行了 天天都能带在家里 你下路帮我拿个特币 你咋不自己拿 我不去我练家 我去你 他能把公司当家那我不行啊 天天这么熬身体也着不住啊 你看没就凉一个 快点笑话 谢谢长哥 气啥啊 一直加班你不累吗 累啊 但是老板挣不到钱我会更难过 老板我刚做完的文件您过目一下 你刚才一直在跟老板通着话吗 回报工作 反正我是受不了的 照这么下去今天除夕放假也不像 我走 不去啊 除夕还要放假 我第一年听到这么过分的要求 他们就是太贪心了 过年你就不想念亲人吗 老板就是我最大的亲人呀 能留在公司跟老板一起过年 想想我就兴奋 瞅你那X样 作为老板你怎么看 小涛确实非常内卷 但我非常支持这种做法 毕竟他在内卷 对我有什么损失呢 老板我爱你 完了冲我来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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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